有一個人做菜給另外一個人吃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 就是如果過不了那關 這東西是出不去的 他會罵你 那個很慘的 那個不是開玩笑的 技術是可以學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教你怎麼樣對你的工作有熱情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中天新聞秀方點題節目 這幾年國際料理界出現了這麼一位來自台灣的優秀廚師 他在新加坡所開的餐廳連續兩年名列全球最佳50餐廳的榜單 因而生命大造 今天做客我們的節目嘉賓呢 正是這位新男主廚江振辰 從13歲開始江振辰接觸了法國菜 20歲他就當上了台灣最年輕的法國料理主廚 那麼接著他做了一個人生中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決定 他放下了所有的光環和榮耀 獨自到異鄉去學習真正道地的法國料理 剎那間呢大廚又變成了小弟 他從削馬鈴薯這種基本功開始 一天學習16個小時 從一句法文都聽不懂到現在朗朗上口 江振辰的料理地圖也因此繞了地球一圈 躍上了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今天節目一開始請你跟著我們的鏡頭 就先一塊來認識江振辰 廚房裡永遠的靈魂人物他是江振辰 擅長以美食表達他的個人尊嚴 他是來自台灣最具世界性地位的廚師 曾經獲選為全球最佳新銳主廚 印度洋上最偉大的廚師 他開的餐廳被紐約時報選為最值得搭飛機來品嘗的十大餐廳之一 留期兩年在全球最佳五十大餐廳上榜 從前與獎項又多又長 連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都愛吃他的法國菜 鏡頭拍攝 這個時候要拍攝嗎 120 我多少時間都要拍攝 江振辰從13歲開啟料理之路 20歲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法國餐廳主廚 然後毅然放下所有光環 隻身飛到遙遠的國度追夢 一句法語都不會說 進入米其林最年輕三星雙胞胎主廚 波赫塞爾位於南法的餐廳 從主廚降階變成學徒 那結果你去那邊做什麼事一開始 做馬鈴薯啊 做了多久 做了快一年吧 一天上班16個小時 下班睡在簡陋的小倉庫裡 為了省錢不敢休假 苦日子一過就是五年 接著他獲得八座身為主廚 管理35位法國廚師 一個台灣人 教35個法國頂級的法國廚師 那你就要能夠 120%的用你的技術去說服這些人 單下重任的江振辰 不久告別了情同父子的法國恩師 展開另外一段旅程 巴黎 印度洋小島上的六星級飯店 他汲取各地料理精華 跨越三大洲 最後落腳在新加坡 我喜歡把自己放空 但如果你保留太多你之前做的東西 你反而會放不開 他成功提煉出富有禪意的八角哲學菜單 在街角開了一家屬於他的餐廳 店內30個座位定位得等兩個月 這裡擁有來自13個國家的16位員工 他並肩作戰 經常有世界警民廚前來交流 是在錄影還是在錄影? 是錄影? 是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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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 是錄影 高尺畢業在士林業市長大 從台灣走上世界舞台 從一句法語都不會 到通曉中英法日四個語言 江振成以過人的毅力 換來一身頂尖廚藝 陽明國際 我想這個法國這七年 對你來講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 這個記憶 你可不可以在這裡跟我們的觀眾 分享一個小故事 也許這個故事 它不見得是在廚藝上的 可能是在生活上的 甚至在街頭的一個風景 但是對你造成一些影響 就是我到了法國 第一個工作就是煮馬鈴薯 那光馬鈴薯就做的 快要一年多兩年 就光光只有做馬鈴薯 所以你跟馬鈴薯很熟啊 對我跟馬鈴薯非常的熟 所以在這裡面我體驗到一件事情 就是花時間 這三個字 同樣的一件事情 一個食材 我做了十遍 做了一百遍 做了一千遍 我對它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每一顆馬鈴薯 馬鈴薯有太多的品種 有上千種的品種的 大油性 的馬鈴薯 那品種尺寸 幾乎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馬鈴薯是 可以同時起鍋的 所以溫度 包括它的澱粉質 它的水分 它是老的馬鈴薯 新的馬鈴薯 和煮的時間都不一樣 其實這跟之後的創作 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只了解片面的食材的面向之後 我們能夠去表現它的方式就會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你跟你的客人 其實做了某方面很好的溝通 不只是透過食物 透過你對於這個環境也好 空間 還有你對於廚藝的看法 跟你的客人做了很好的溝通 當然這其中跟你很好的表達能力 跟語言能力有關 你一向在語言上是有天分的 你會說好多種語言 對 為什麼都是苦學而來的 都是苦學而來 我從來沒有學過其他的語言 我學法文的方式就是我學法文完全都是在廚房裡面 那每一個同事跟我講的話 譬如說很簡單的 幫我把馬鈴薯拿出來 那這句話我聽不懂 但是我就用聽它的音調 然後把這一句話拼下來 用我的方式拼下來 它可能是英文加中文加註音 把他剛跟我講這句話拼下來 等我下班了我問我的室友 說我就再唸一次給他聽 我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句話就是說幫我拿一個馬鈴薯 這句話就是說去掃地 這句話就是打掃乾淨之類的 我就把這句話記起來 所以我是一個一個句子記 一個一個句子記 那當然有時候也會碰到說 這句話什麼意思 他說這句話不要學 就忘記好了 當作沒有這一回事 但那句話你學得特別老 這句話不要記 不要放在心上 這樣子 所以我的很多的語言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學起來 然後一點一點累積起來